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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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一般品牌其实比较小跟本地的文创艺术有这个结合 但是我觉得透过Promax 设置的品牌 还有他们本身的产品 在跟设计师跟艺术家合作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益 OK 就是讲用Grafitti Dance Graffiti的一个Signature的一个设计 所以隐藏了很多一些很可爱的小detail在里面 是是是 比如说来 detail在里面 比如说里面有萤火 对 对 然后还有普通 是 所以它其实是加了一些可爱的元素 对 然后流行的元素在这个Grafitti的地方里面 它是却又看起来却又像迷彩包包 是 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远观又可以近看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又搭配了女生喜欢的桃粉红色 是 就觉得它是个流行然后又非常实用的一个包款 是的 好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允文呢 在读书的时候也是主修时尚的行销 那么对时尚的品味是很好了 那么来分享一下 Promat的床包设计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设计 它是呃 刚刚你们有说过on and off 的一个概念吧 对 所以是其实是一包二用 对 上班的时候你可以用比较朴素的那一 素面的那一边 对 然后下班后或是周末你可以把它拆下来 然后是比较活泼比较有设计感的一个感觉 然后容量又非常的大 虽然它的设计款比较男生一点点 对 比较男性化一点点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女生其实穿舒服的时候搭配那个也非常好 对啊 像很多女生搭配也很帅啊 对不对 好的 非常谢谢语文 现在呢我们就来邀请